祝上上人 我们早上看到第四页 那这边是属于前行 第二就第三四两页是属于前行 也就是在开始修法之前的身心的准备动作 最重要就是观念的调整 我们要知道一切法都因缘所生因缘所灭 要消灭那个法要改变因缘 要成就那个法要具足因缘 那你所有东西如果知道是这个 那你就不慌不忙 有也不会难过 没有也不会整天在那边求 为什么还不到 你都知道因缘还没有具足 所以很多东西你不需要期盼 你要有智慧 要得什么果 要具足什么因跟缘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种这个因 结那个缘 慢慢让它具足 当然你所要求的果自然就会出现 千万不要打妄想 不要急 急没有用 那个最麻烦 就是都快到了 就差那么一步 因为你急 得不到 放弃了 前面 前功尽弃 对那个果来讲 对那个果来讲 前功尽弃了 但是对你的造作业力来讲 如是因如是果 从来没有消失 你这一次达不到 下一次可能就调整 调整你的观念 就可以达到了 因为从前面走的过程里面 你也可以得到一些经验 所以修行就是诚恳 老实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不要急 不要不用心 不要掉以轻心 什么东西都要用心来学 这样才会学得正确 学得相应 好 接着我们就开始来观修本尊 在观修本尊之前 我们当然知道 我们本尊就在本尊煞土 本尊是正报 那他煞土就是依报 所以我们常常会 要找这个人 要先知道这个人住在什么地方 要先有他的依报的概念 那一样的 我们要去迎请阿弥陀佛 当然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有一点点这种概念 那一样的 极乐世界到底在哪边 在你的心里 在你心里的极乐世界 才是真的 因为你可以受用 因为你可以受用 如果不在你心里的极乐世界 那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跟你无关 就好像这个 外面有一棵树 它在那边 本来是跟你有关 本来就有关 但你一想到那棵树 这棵树就跟你有关 马上有关 所以人事物都一样 不在你身边 但你天天想着它 它是站满了你的身心 就在你旁边 你不予理会 它就在你旁边 也不存在 所以一切真的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我们先确定这个 才知道 我修这个法是有用的 一切为心所现 一切为事所变 所以我只要心如法的去运作 到时候那个果相 功德自然就会显现 就会让你受用 那至于用哪一种方式受用 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你不要 想说我要的怎么没有 我们常常就是因为这样的麻烦 你只要老老实实修 你记住什么条件 就有什么功德 那是很自然的 但是你不把它当成是一种功德 就然后我上次也讲过 我最近最大的一个改变是 以前如果人家问我 修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 我都会回答不晓得 或者说没有 现在我很肯定的说 我真的修得不错 为什么修得不错 我现在身心状况很不错 就因为有好好修 所以现在可以 这个很好的身心状况 让你受用啊 你还不晓得感恩 还不晓得 你有今天的身心 是你这样一点一点 累积上来的 是依法奉持才得到的 不是你本来就应该这个样子 不是 所以一定要身心因果 不要掉以轻心 已经跟人家受用半天 还不晓得感恩 还不晓得回向 这个当然就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如果老师 能面对自己 安住在当下 你会当下你就安心 当下就用一种 很感恩的心而存在 你如果不晓得感恩 你是一直追求 追求半天 你一点都不受用 为什么 你有了 你都不晓得有 你都不会用它 所以这个观念 有一点点的误差 其实你的反应就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我们要 希望能够到净土 然后去成佛 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这仪轨里面 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 这仪轨里面就通通讲了 我们可以从后面讲回来 因为后面是结果 那你要达到那个结果呢 你要发什么厌 要行什么行 我们先看第七页 第七页 最后一段 我们随时要 向诸佛菩萨请求 祈求他护念我们 就加持我们 然后让我们能够圆满 福德之良跟智慧之良 如果有人 能够在这一条 圆满二知的道上 就福德之良 智慧很高啊 或者福报很大啊 让他圆满 我随喜 我们最大的麻烦 就是自己得不到 看到别人得到 嫉妒 甚至发恶咒 发那个恶怨 希望他怎么样 希望他落衰 希望他这个福报赶快消失 那个就很糟糕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 修行就是要让每一个人 都能够成佛 他自己 凭他自己的努力 已经福费 已经不断地在增长 那你不是要发愿 度一切众生吗 应该赶快发愿 祝福他赶快圆满 你就少度一个人 就可以省一点力气 感恩都来不及嘛 高兴都来不及 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 还是在不懂道理 一直落在这个无明的我 上面在打转 所以如果不提醒 如果佛不开示 我们真的很难处理啊 很难从 从那颠倒的我里面 觉醒很难 好 那么一样的 不管过去 不管现在 不管未来 我们做很多 该做的事 有益的事 当然就会累积 诸善业 那有这些善业 善功德 我都拿来供养三宝尊 为什么 我们不是要成佛吗 那成佛 当然要供养佛 要成佛 要成佛 就要供养法 要成佛 就要供养生 因为 这三宝 就是我们成佛的保证 生宝是我们成佛路上的最佳的引导跟伴侣 善知识 善法律 法宝是我们想成佛 必然要走的路 必然要懂的知见 观念 必然要依着他 来奉行 那佛宝更是 你要成佛 如果没有人成佛 你成得了佛吗 现在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我们也知道有阿弥陀佛 在西方极乐世界教化 要施佛 在琉璃世界教化 我们都知道 那这个就代表真的是可以成佛 而且只要跟在他身边 其实很容易成就 就好像那时候1250个比丘 这些大比丘 因为跟在佛陀身边 他们都很容易 而且很必然的就证阿罗汉了 因为有这个究竟的善知识在指导 在护念你 在看着你 在引导你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福分 也要结缘 所以你如果供养三宝 你就跟三宝结上了不解之缘 生生世世 可能就有机会 清净三宝 我有清净三宝 才能够成佛 才能圆满我们的愿望 那因为供养三宝 所以当然希望三宝兴盛 所以愿诸佛法普传扬 不要说命 只要自己得到一点好处 怕别人跟你分享 其实那个都是颠倒了我的反应 如果真正的你依着这个 大家都是平等的有佛性 我现在懂一点 掀开一点点无明 你会赶快 要不然知道 因为你法喜充满 绝对不会有那个恶的想法出现 那恶的想法都是自私 都是无明的我在那边作怪 那不管我们做任何三宝 都要回向有情重 那回向有情重 当然具体的来讲 就是布施啊 有才就才布施 有法就法布施啊 自己有一点点安心之道 就做无畏施啊 所以这个要随时懂得回向 不要站为己有 懂得回向变成无穷 从占为己有变成有限 这个 最常听到打个比喻 我们有点滴功德 成就点滴的水 我们都回向大海 落入大海 你这一点滴的功德永远不尽 如果你执着这点滴的功德 那摆着不放 就不用 那很快就振花掉了 很快就不见了 所以 这个观念 会影响我们的 每一个当下的作为 那 当然我们也要发现 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 一切众生都能够 借着他的存在 来积聚一切的诸善根 善根 善根就是善果的根 所以善根也可以讲善因 善因 善因存在你的起心动念的善念 常常起善念 常常想去饶育众生 那 唯愿至心得成熟 让我的心能够慢慢的成熟 什么是成熟 成熟就是果 要能够受用 那我们的心真正的成熟 就是不再用那个清澀的心 用那个粗 很粗糙的心 而是用我们这一份清净的心 那如果能够心得成熟呢 你自然就没有烦恼障 没有所致障 能够除一切障 而且我们早上也有讲过 修行就是两方面 一个善 一个戒 善就是去除一些障碍 戒就是圆满一切资良 一切功德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修行就是要出障 要圆满功德 圆满功德就是行善 起善念 行善行 那个二障 就是身跟心都不能犯错 不能有烦恼障 不能有守治障 大部分的烦恼障指的就是 不是这个粗的身心 而守治上是你的观念 所以一定要深入境障 一定要亲近善知识 一定要随时起善念 行善行 如果能这样子的话 自自然然的你就能够长寿 因为没有受障 因为没有病障 所以在这边我特别要提一下 你为什么会生病 你常常起恶念 你常常起恶念就会生病 那个气灼了 你的思想灼了 污灼了 你的名典就被污灼了 你名典亦污灼 你身体当然就有问题了 所以有些人 其实在这些小细节都没有注意到 千千万万 不要惹人家生气 就让人家产生不好 不舒服的感觉 那个业力都会回到你身上 你自己不要生气 自己生气已经业力显现了 不要惹别人生气 惹别人业力也会 你也会造感 所以什么是善念 什么是恶念 只要一念有损脑 就是恶念 一念有那份柔软的赞叹 欢喜的心 那就是善念 正面的掌养的就是善念 负面的消损的消耗的就是恶念 所以你到底修行修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修对的 就在你的起心动念间就可以检验 你随时都是满腹牢骚 随时这个也不满 那个也不满 这个也看不顺眼 那个也看不顺眼 你到底在修什么 赞叹大家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那么多意见 那么多嫌弃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只要起重恶念 要马上知道 业障深重 要不得 不要已经错了 还坚持在那边 还黏在那边 这个是很麻烦的 很无明的 很颠倒的 你再修得再好 这一面的颠倒无明 当下就把你毁掉 所以 就是当下 每一个人 当下一定都要很小心 都要起正念 都要智慧之良 起正念 福德之良 起善念 这样我们活着 我们修行才有保障 那直接 我们如果修得好 心念好 身心调的好 当然长寿无必 那因为修得好 调的好 这个智慧之良不断的累积 当然你的证悟 就能够增上 所以愿我此生 在这一生 就能够登实地 登实地 不是直接到第十地 而且就 登上菩萨地 登上菩萨地呢 有什么难吗 不难 请问你现在的心 是不是清净的 依着这个清净的心 随缘的去做 布施 慈戒 忍入精进禅定 就这样随缘都可以修 当下只要你的心不颠倒 你依着这个清净 无我的心来修 都是菩萨的行者 也就果地的菩萨 千万不要说 我现在是因地菩萨 没有 现在我在学着当菩萨 你当然说也一样 修本尊 你当下确信 我的心里面就是本尊 以这个本尊为基础 所起的上公下施 都是佛的行为 都是佛行 功德无量 所以我们不敢承担 不确定 所以就变成好像 甚至根本就不敢承担 永远以凡夫自居 那你做什么上公下施啊 我们是用我们清净的心 所以为什么上公下施 都要从你的心轮转出来 我前面也有讲 脑子转出来的是意识 心转出来的是心本具的功德 所以秘宗一定是以心轮作为本尊的基础 本尊轮就在你的心轮 所以这个也是他善巧的地方 但是我们常常 虽然在修这一台是用脑筋 都没有直接拿心来修 所以这个当然要慢慢修 慢慢调整 你才会知道 好 那一旦命中 那就马上随即 这一句当然随即是 借到后面去 一旦命中 得随即 往生极乐净土 愿能随即 愿能随即往生极乐国 那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确定 到时候不做恶念 我这一生的责任尽了 因缘尽了 该玩的诸事一半 那还债还完了 该做的也做完了 我还是回到我的极乐国去 这个要确定 不然的话去不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净土很强调那十念往生 就临终最恶要的前面那十念 你如果能够多念佛 那必得往生 但是要能这样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因为你平常要你一心念佛 没有养成一心念佛的习惯 所以一命念佛一命打妄想 你现在都还有精神 还有而且业障还没有现前 业障还没有现前 你就专不了心 那时候业障现前痛 那个要死的时候 万般待不去 只有业随身 那种状况 你看你那时候还能不能念佛 念得那么的稳定 确定 当然是有难度的 所以现在就要赶紧用功 如果现在都没有业障 都做不来 到时候那个业障现前 你没办法 所以并不是 讲起来好像很简单 只要念死句佛号就往生了 但算一点都不简单 还是那一句话 练兵全是用在一时 你平常就要多下功夫 那最主要是要建立这样的观念 我觉得到西方净土很适合我修行 去那边真的很好修行 去那边要到任何的国土随便而至 去那边就没有任何的业障 很美对不对 但问题是 你要没有业障 你现在就要多消业障 所以要恶障清静 并不是说随便就可以有资格去 没有那一回事 所以现在还是得 该做的就是说 好 那生乙呢 去那边不是在边地 而是去那边 因为你现在就要做莲花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观本尊 要观想自己坐在莲花上 这样子的话你已经习惯去那边 自然有连坐可以坐 你不要等在那边花开见佛 那时候才悟无声 那个都太慢了 现在你就应该悟无声 现在我们懂无声的道理 但还没有悟 因为这无声的道理还没有入你的心 还没有开始悟入 还没有真正 这个道理完全我的心能受用 确定圣洁 一点都不怀疑 确定这个样子 如果那样子 那当然去那边 就绝对不会在边地 在那边等待 我们现在好好修 去那边直接就 莲花开放 集一彼身成佛 那时候我就确定 在这边是在练在修 在那边 我就坐在莲座上 那边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佛都叫阿弥陀佛 每一种佛都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是唯一 但是我们现在的理解 我们现在的理解 那边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当来佛是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这是我们的理解 我们的理解是凡夫的理解 那边所有的成佛都通通叫阿弥陀佛 因为什么 因那边成佛 每一尊佛都是无量光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烦恼障所致障 而且佛都自然 智慧自然已经完全圆满了 所以一样的 我们如果用有形的要来圆满 那很难 佛经里面也不断的在告诉你这个观念 如果能够用佛经里面 比如说金刚经里面的 或者法华经里面的 随便南部经里面 解圣秘经里面 随便一句那个真正的真理 懂这个真理 比你用多少恒合杀数的 珠宝供养恒合杀数的佛 功德都还大 为什么 那是有形有相的 这是无形无相的 无形无相就无量 有形有相就有限 所以 那个知见真的很重要 观念真的很重要 但是只有观念也成不了佛 有智慧智良没有福德智良 但是你若有智慧智良 又晓得福德智良 是不着想 不着想是大福德 无相布施 那你布施一点点 比那些布施很多的功德还大 这个是实相如是 实相本来就是如是 所以你依着理 它是跟实相相依 依着是呢 是跟因缘相依 因缘法是生命法 是无常法 是变坏法 但是那个理呢 是恒永恒的真理 永远不变 所以修行之见最重要 观念最重要 如果观念没有弄对的话 其实弄半天 就好像说我们听经 听得最多的就会开悟吗 不是 阿难是在他们那一群里面 他最慢开悟的 他听最多 而且都背起来了 但是就是没有开悟 没有正阿无汉果 所以 这里面很明显 你正的话就是理 跟你的心合一 心即理 理即心 心即佛佛即心 心即空 空即心 心即明明即心 都知道 确定 好 乃至得正菩提果 就成佛了 那就随着成佛 我们早上也讲过 成佛体相用 就法报化三身 那个法身呢 是知道诸法的空性 所以 这两个其实 在佛的资粮 还没有具足的时候 没有条件显现 所以 要显现跟道身 化身 那境界 比法身还高 所以一样的 我们说 密法里面的 法斗 就是中阴 中阴救度法 里面 其实 要正法身 是最容易的 正报身 比较难一点 正化身 更难 跟我们理解 跟我们理解 刚好相反 对不对 我们理解是觉得 正化身 是最表面 正道身 是要有更深的内涵 条件 正法身 是最究竟 事实上 你要知道 法身是理 道化两身 是显现成是 是 这个要条件 因为有条件 才有难易 没有条件 根本就 谈不上什么难易 所以正法身 就是明心见性的 其实就已经正法身了 然后在正法身的同时 不断的去行六度万恨 来积极这些知良 智慧之良 再深化 福德之良 再具体 到最后才能成就 爆化两身 所以 爆化可以启用 当然功德力更大 那我们说 爆身 爆身是教化 登地的菩萨 是登地的菩萨好教 还是不登地的菩萨好教 哪一个人功德要比较大 但是做难事的才是功德大 所以正化身 难过正爆身 正爆身难过正法身 但事实上反过来讲 你若知道 源起信空的真理 就知道真空的道理 正了法身 要正爆化两身 是随言成就了 最主要是我们根本就错 根本就错 所以弄半天变成很难 你说根本对了以后 其他接了下去 就随言发愿了 所以我们到 制菠萨蜜 六度 剥着菠萨蜜以后 又展现成另外四度 所以这个人就是晓得 多是菠萨蜜 它里面内涵 其实可以扩充得很大 前面这些都是四项的 故事持戒忍入精进禅定 这个都是四的 到般若以后就是礼 那这些礼呢 愿菠萨蜜 厉菠萨蜜 到最后能够治菠萨蜜 那个就更高了 所以我们修行 就怕你不懂道理 一样的 你现在如果真的 对 性空正见 有确定的理解 其实你要修 出力心 要修菩提心 都不难 所以这个根本之鉴 Om Yedama Hedu Brabawa 那个根本之鉴 你若懂以后 其实要处障很简单 要离开恶报很简单 因为你知道 到底要怎么离 本来不惧何须离 本来没有 为什么要否定 那虽然有 已经有了 能否定吗 还没有现前 没有现前 能得到吗 就这个 这个道理懂了 以后你就不急不虚 轻轻松松的 安然度日 每一天都很轻松的修行 修行是什么 很轻松的面对自己的 深口意的行为 去做 检讨 改进 在这里面 安安稳稳的修 其实一点都不急 吃筋弄破碗 那个突然 亚苗助长 那个长不大的 还没有长大就死掉了 我们还是安安心的 安住在当下 觉知当下 安心办到 随时真的把我们 深口意的行为 都只有业了 深口意的业 去做一个 进化提升的工作 这个是最实际 所以 真正的懂的人 他随时都很安心 不急不虚 没有什么好紧张 也没有什么好坚持 你如果紧张干嘛 坚持 为什么 莫名其妙 所以 千万不要被我们的无名习气误导 还是要随时回归我们的自信 好 所以 这个就是修行的全部 也是修行的平常 我们平常就要这么修 那 这样修 什么吸引力呢 我们再往上看 我们知道无量光佛 它是 很稀有的 很难得的 我们千万能修 一个都得不到 都得不到 所以 有无量光佛 我们就要感恩 那不仅仅无量光佛 它左边有观世音菩萨 右边有观世音菩萨 左边有大师之菩萨 那周围还围绕着诸佛菩萨 那因为有这个 阿弥陀佛无量光佛的视线 所以可以示给我们 这稀有的无量安乐 那这个世界就叫做极乐世界 所以我发现 我临终的时候 不要被其他的条件 或者其他的吸引力 来阻断我 也就是不落到其他六道里面去 唯一取极乐世界作为我往生的方向 那到那边以后 自然就可以面见 那边的佛阿弥陀佛 所以这样子 我发这样的愿 祈祈祷十方诸佛菩萨 随时加持我 让我能够无碍得到实现 那随时要发这种愿 你真的是心要的 好要的 很想去阿弥陀佛 为什么去那边好 因为去那边 就跟这些诸佛菩萨在一起 那你以诸佛菩萨为女 那你本身当然也是诸佛菩萨 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我是学生就跟学生在一起 我是老师就跟老师在一起 我是功德圆满的 我就跟这些诸佛菩萨在一起 这很自然 你有条件去那边 就代表你已经具足那个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去也没关系 就尽量的依法奉持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密教是比较讲究效率的 而且也比较重实相 密教的时空是一 所以才有所谓即生成佛 即生成佛 那我们是来世 希望来世怎么样 希望来世怎么样 这一世就要怎么样 才能够打破来世跟今世的那个差别 所以你当生当下就要好好修 当生当下就要把自己当成阿弥陀佛 当生当下就要把这个生命 拿来奉献三宝 拿来回向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密法仪鬼里面的内涵 好 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因为里面还有手印 还有这些咒语要讲 首先就里敬阿弥陀佛 当然我们念梵文叫 南无阿弥陀佛亚 那这个里敬他 把阿弥陀佛当成我们的上师 当成自己的上师 把阿弥陀佛当成自己的本尊 把阿弥陀佛当成自己的空行护法 他既是你的老师 上师就是老师 没有阿弥陀佛的引导 我们没有办法 也成不了佛 那你若不发愿作为阿弥陀佛 你也不会成阿弥陀佛 你要发愿要行这个佛道 你若没有这个空行护法 随时扶持了你帮忙你 你也没有条件 所以在这边 我还是要再落实的来讲 什么是空行护法 你所结的善缘 通通是空行护法 你所结的善缘 通通是魔鬼 都是阻碍你的 那空行护法从哪边生 魔鬼障碍从哪边生 从你的心念生 从你的作为生 也就是从你的业力所生 所以在这边我要呼唤 我们真正的学佛的人 千万不要随便起负面的想法 对任何人都不要起负面的想法 甚至不要去恶口 去那个 那个其实都在帮自己找业障 你找护法都来不及了 还找业障 对不对 那有些人莫名其妙 就学了不小的燕年了 燕代了 但现在那个习气之间 还是通通颠倒错误的 表现出来通通是在找业障的 不是在修功德的 所以这个务必 务必要很肯切的来面对这个 只要从你的身口意里面 产生了一个伤害性损扰性的东西 都要不得 一定要有这种确定念 不要让它在那边长痒 不要让它在那边酝酿 就不猜你那些羞 到时候都被自己 那个错误的肢鉴打垮 所以这边要呼唤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是需要强调的 很多人学佛学半天 在这个小地方 但是它虽然小地方是最重要的地方 没有用心 这就有点可惜 好 那我们真的要走远路 要立大功 当然就要发大心 所以呢 接着就要发心 一直到我登上佛的果位 就成佛了 正得无上正冷正觉了 然后 为什么要成就正冷正觉 因为我真的发心 想要饶益众生 唯有成佛才能真正如实如理的 有效的饶益众生 我们现在其实都是方便随缘 但是我刚刚讲 其实不能真正的饶益 至少不要损脑嘛 对不对 我们没有功德 要赶快求功德 怎么还制造业障 所以这些小地方真的是要命 真的很根本 所以我常常说 一方面想成佛 一方面成佛的支柱 或者成佛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要饶益众生 永远不要忘了要饶益众生 所以 给众生快乐 福报都来不及 为什么要给他痛苦 所以 那是不对的吧 所以 一定要尝以此念 已经皈依了半天 天天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但是心里面起的 都是损脑众生的 根本完全不对 那你要这样子 当你的心随时一一三宝 随时起正面 我们不断的说 归佛 就归绝 归法 就归正面 归生 就是归清净 所以 三宝佛佛 法即生 就三宝 就佛法生三宝 其实就是 保障我们的身口意 引导我们的身口意 完全往对的方向上发展 累积福德之良 累积智慧之良 那 这个悲智呢 智慧跟慈悲 一定要并进 用智慧来引导悲心 用悲心来强化智慧 它其实是一种善性的 善性的相辅相成 你要去 帮忙别人 你没有高的智慧 怎么能够帮忙别人 然后 反过来讲 你因为帮忙别人 就在增加你的智慧 这个 其实是 相辅相成的 那 虽然是这个样的 当然 更重要是 勇猛精进 不要 时进时退 时快时慢 要保持很平稳的心 那 现在我在佛陀你的面前 發这样的怨 希望 你给我做印证 给我加持 给我引导 就在佛前发愿 就有这种好处 你在人面前发愿 他也加持不了你 也保证不了你 但是 在佛陀 一方面他不会嫌弃你 你做错了 他也不会骂你 他会包容你 所以我们在佛前 无所不谈 什么都可以向他忏悔 对人呢 你不能随便 对人忏悔 你只有做一件坏事 觉得自己没有做好 你随便对一个人忏悔 他就把你做这件坏事 让天下的人都知道 等于是你就做了千万件的坏事 所以不要 不要随便跟 即使跟你再好的人 不要随便 讲忏悔的话 因为人没有资格接受你的忏悔 要接受你的忏悔 你必须对这个人相信 他值得你相信 我跟你讲我的弱点 你不会传出去 这才是你可以忏悔的对象 不要随便跟人家说真话 但我们千万不要听错了 我们只要讲那个不能不愿意被人家知道的话 虽然是真的 我们就不要讲了 因为我不希望我这件事情让别人知道 但是如果真的有好朋友 我们一个发露 其实就是一个忏悔业上最直接的方法 我说了 我对人说了 我坦然坦荡 你如果已经有这种自荐荡案 忏悔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怕人家知道 我只有告诉你 你不能告诉别人 这样的话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去告诉别人 就忍着自己知道就好 不要随便跟人家说 因为这是长久以来所看到的结论 常常我们说 因为我跟他很好 到最后这些好朋友都出卖你 因为我们的人心是不是不是那么清净 虽然本心清净 但是我们习气业力的起心动念 不清净 这个一定要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 要生起清净的净 那必须把那个污染的净 先给关空 所以接下来就关空奏 Om Svabhava Sutta Sarva Dharma Svabhava Stuham Svabhava叫做自信 Sutta叫清净 自信是清净的 Sarva一切 大尔马法 一切大尔马法 一切法 一切法的自信 Sutta 清净 所以我们要知道 清净是什么 有什么东西 比空还清净 所以清净这个空 一尘不燃 才叫清净 那请问这个世界上 处处都一尘不燃 那可能会怀疑 明明那么多沙土 你怎么说一尘不燃 成归成啊 成就是他本身啊 成归成啊 成跟你无关啊 那你把成拿来 你希望他无成的地方 当然就污染了 好 成在这个地方 你把成拿掉 不就还是清净的吗 所以 只要不着不戏 就不要执着 不要黏着 是本来清净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来 心有什么东西 所有的燃 因为心不燃 哪来的燃 心为什么燃 心着想 执着了 所以 本来是清净的 一切法 你说这个 说这个 都是一个 独立的原起物啊 互相不干扰啊 所以每一个都是清净的 每一个都是如理随言的显现他 该显现的像 有什么不清净 本来就如理如实的 所以 我对佛法的理解是 越来越入世 越来越肯定 肯定什么 本来清净 一切都清净 为什么 一方面 一方面 从体性上 上来讲 他是空 从悟性上来讲 他是他 他就是他 你为什么期待他 不是他 你莫名其妙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很多 其实 执着的不得了 还不晓得自己错了 你若不执着 天底下 有什么没有道理的事 一切事都延起 哪一件事情没有道理 所以 你不要用你的意 意识的期待 希望世界 随着你的念头转 你应该客气一点 如实的去观察 所有的人事物 你就要晓得 本来如是 这个人是坏人 是我们安德 他为什么变成坏人 他专 干损脑性的事 破坏性的事 他为什么会 做这些事 因为他的知见如是 他的心习如是 他的因缘如是 他的因缘如是 错了吗 没有是非啊 只有因缘 你若改变他 就改变他的因缘 才能改变他 你改变他的因缘 他人就跟着改变了 他怎么是坏的 他是没有自信的 他是随缘显现的 这一切随缘显现的 哪来自我 我们找什么像 什么好 什么不好 好也是你说的 不好也是你说的 那好你就去高兴吧 不好你就去痛苦吧 也没有人帮得上你忙 好 好 但是正确之间 就可以慢慢修改我们这些 莫名其妙的执着 莫名其妙的着想 莫名其妙的分别 就可以慢慢的去掉了 好 那接下来因为我们要进入那个境 所以就开始做观想 我们要亲近阿弥陀佛 亲近西方三圣 所以我们就要在我们的面前前方 就在顶前一皱的地方 这是最好观想的距离 就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观想这个地方 有一朵莲花 莲花上面平铺着月轮 那月轮上面坐着无量光佛 无量光佛身放着红色的光 那一面二背 那手等持印自己下 等持自己下 那脱波 手手上脱着波 波里面装满着无死的甘露 身着三法衣 披着法衣 那金刚加护坐 就坐在这个莲花月轮上 然后在他的右边呢 是白色的观赤在 就是观世音菩萨 他的左边呢 就是 大力的大势智 其实大势智菩萨 就是金刚守菩萨 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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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的身是蓝色 一白一蓝中间红 那红白蓝呢 其实也是代表一种体性 红是代表慈悲 白是代表清静 蓝是代表power 金刚部能量 所以 其实都是这样一体的视线 那旁边呢 无量诸佛以菩萨 还有声闻罗汉 都统统围造者 那这三位主尊就是 阿弥陀佛 观世音大世智 这三位主尊的三处 就是顶喉心 那眉心中间喉 还有心 心轮 这三个地方呢 有三个种子 三个字 就是 三尊都一样 三尊的三处 顶轮有 字放白光 喉轮有 字放红光 心轮有 字放蓝光 就是白红蓝 那 有观想 他们这三尊这个样子 然后接着下去 我就要迎请本尊 因为这三尊是我观想出来的 叫三昧夜尊 那个智慧尊 就是真正的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三尊 我现在要迎请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三尊 来融入我所观想起来的这三尊 三昧夜尊 三摩地尊 到最后就合为一体 我去迎请智慧尊 来跟三昧夜尊 合为一体 变成三摩地尊 他就有大愿力 大功德力 大定力 可以产生 发挥 无穷的功德 所以接着下来我们就 开始来迎请了 我供应你 我称你的名 那 你一定要 满我的愿 因为这个也是你发的愿 这是你的坚固的不退的三脉 三脉夜 三脉夜就是你发的愿 炸 你一定要实现 接着下去呢 接着下去呢 我们就用手印 来透过手印 然后去做观想 去做招情 首先我们就 两只手都结勾招印 勾招印 勾招印 然后 炸 右手 十指勾小指 往下盖 炸 请你来 公请你来 哼 答应来 这个 然后手相背 右手在里面 手相背 就是 就是面对了 就已经来了 荷 就融为一体 炸 请你来 哼 答应来 已经来 荷 融进去 融入无恶 就是炸 荷 荷 荷 那 迪斯达 就安住的意思 迪斯达 就安住 任 就是 任运 阿迪 不后 就是 我合掌 鼎礼 我合掌 鼎礼 祈求你 迎请你 来安住 融入 我所观想 起来的 面前的 西方三圣 变成真的 好 接着呢 因为要确定是真的 所以我们 接着 迎请五方佛 来做 对我所观想起来的 这三尊 来做加持 那当然我们是 结在我们的身体上 但是观想的是 观想到你所 观想起来的这三尊 首先 吾 就是中指 中央 吾 能食指 放在额前 吾 然后收下去 无名指伸出来 Dlam 然后收下去 大拇指 继续照 在脑后 吾 然后往前 小指伸出来 吾 阿 阿 奥 吾 吾 阿 这是五方佛灌顶 五方佛灌顶 那个灌顶是 阿比善恰 那个 藏文一般念成阿比善恰 阿比善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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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孟 孟叫圆满的意思 所以我们请求五方佛灌顶 前面这三尊就是 不折不扣的西方三圣 由你心所生 那当然 讲是这么讲 但是我们 到底还是没有那种功力 所以 你都不敢确定那是真的 但是你如果真正的完全投入去修 进入那个随颂起观 随观现象 现境的那种境界 体验到了 融进去了 你就确定了 哦 真的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无处不在 所以他在我这边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可大可小 可远可近 完全是自在的 所以不要怀疑 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升起 这倒是要探讨 有没有这个条件 好 接下来 真正的西方三圣 已经在面前 当然我们要赶快 把握机会来做公养 先巴共 恩摩者 阿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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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漱口小一點的水就這樣拿 要洗腳洗一點 水要多一點 就會滿盆的 所以水水 花香燈圖十月 就是這個 那mudra就是手印阿呼 就是手印然後就供養變成無量 供養的很歡喜 一般在讚嘆的時候都會用 呼 阿媽呼 就是很高興的意思 那阿就是變滿性 無所不在 哄就是成就 所以這個就是供養 雖然只是一個形式 一個手印 一個想像 但是你如果真的融進去 我們還是要這樣真的修出來了 那功德無量 好 接著就開始來要跟他相應 祈求我們面前的這三尊西方三聖 來加持我們 引導我們 所以首先就贊重 在極樂土的轉法輪的這西方三聖 你們恆常永遠是那麼慈悲的在看顧友情 所以你一定要答應我 一定要允許來救護所有的眾生 那理讚等應無量光 所以我向你禮讚 等應是平等的相應 就是跟無量光佛完全無惡的來相應 叫等應 那在這裡面當然一方面是讚嘆真正的西方三聖 二方面是讚嘆我現在供養起來 觀想出來的西方三聖 其實無惡無別 接著下去 主尊就是阿彌陀佛 那聖眾就是兩大菩薩還有其他所有的佛菩薩 我們放光到西方 這時候我觀想起來的這三尊放光 到西方 那從極樂世界 無量光佛那個地方 引寢視線 種種無量的佛像 驟慢還有法器 所以 這些人對我們都超出想像 但是以前我有一個老師姐 是我上師的試者 他有一次來高雄學會 來住一段時間 他說 你在修法的時候 我都會聽到天樂 好好聽耶 當然可能是一種鼓勵 因為我知道他有點重聽 他有點重聽 可以聽到天樂 我們耳聰夢靈聽不到 對於師妹來講 我相信他是說真的 他真的聽到了 但是他聽到不是我們聽到的 因為修辭不一樣 境界不一樣 所以 這個 在修行的過程裡面 都有很多 這個故事還有經歷 其實都還蠻好玩的 那這些東西 恰如以降 西融以己身 就是 這西方三聖 觀想其他西方三聖 去迎請真正的西方三聖 整個境界 就加持進來 接下來 接下來就我對 這三尊的讚嘆 無量光佛甚兮有 大悲觀音大事智 無量諸佛與菩薩 專一虔誠而其請 其事與我勝成就 加持圓成無量光 所以這邊這個次地呢 我們稍微說一下 剛開始我觀想起來 這西方三聖 然後我去 透過我去 供應 那個西方真正的西方三聖 諸佛菩薩 來融入我觀想起來 這三尊 然後再從這三尊 再由他來勸請 觀想 然後又融入他自己 所以這個就變成 除了我發願成就 還真正的那個 法暴化三聖 或者是 三明耶尊 那個智慧尊 三摩地尊 已經合為一體 所以我接著下來 我就祈求 由他來跟我灌頂加持 所以接著下去 念四甘露咒 是你面前這三尊 再加持你 再降下甘露 所以我們一面念 就一面觀想阿彌陀佛 用他無死的甘露 來為我灌頂 從頂上慢慢 頂上慢慢流下來 淨化我的頂輪 喉輪 心輪 幾輪 所有業障 弄得清清靜靜的 所有功德 所有莊嚴 變得很具足 很飽滿 所以 這個就是念二十一遍 加持過以後呢 這時候你就變成阿彌陀佛 對身 對身就是我剛剛觀想的 這個阿彌陀佛 西方三聖 化現真正的佛菩薩 然後就化光融入自己 融入你自己 那這時候自己也就當下就變成 像彩虹裡面一樣 有而非有 空而非空 有而非有 一點執愛都沒有 那接著下來 因為這時候你已經變成阿彌陀佛 所以就以阿彌陀佛來上功下施 念 奉阿彌陀佛 那因為有幾個新的 所以我們四甘露宙還是念一下 它是有意義的 它是有意義的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如來 那我現在持奏 那奏的內涵呢 是甘露生起 無死的甘露生起 無死的甘露能夠成就一切 無死的甘露可以起大神變 無死的甘露可以起大神變 而且變滿整個法界 變滿整個虛空 所以我持這個奏的功德 就能夠洗淨我 洗淨一切眾生 無不受益 都能夠淨化我跟一切眾生的業障 變成一種清淨的功德 就是念這個四甘露宙的內涵 我們再念一遍 我們要詞 Amrita Stambave, Amrita Picclande, Amrita Picclanda, Gamine Gargana, Kit Kari, Swaha 因为有四个Amrita 前面那个其实也是Amrita Utbave Amrita Utbave,念快乐 Amrita Utbave 它是因为发音的关系,所以其实同样通知Amrita 所以叫四甘露 接着下去根本座就是阿弥陀佛的座 Om Amrita Parhi 一般我们听到我们学到大部分都讲Amrita Amrita Parhi 大部分都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依着梵文来念 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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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阿弥陀佛 所以在转换成藏传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些就慢慢的就以额传额了 因为发音的关系 达巴 藏文真的习惯念德瓦 巴 他念成瓦 所以也不是错 就变成传统习惯都已经这样传 你如果念阿弥陀佛 反而觉得你是不是念错了 应该要念阿弥陀佛 而且不是念瓦 应该要念瓦 那我们就不去计较 我们还是做我们该做的 阿弥陀佛 那这里面我个人的体会 这样子念跟阿弥陀佛 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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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试看看 阿弥陀佛 佛是不是要弃音 而且要往下 然后下去又 就从里面就出来 阿弥陀佛 很有力量 阿弥陀佛 不一样吧 你听起来就不一样 你念起来也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咒音一定要念对 因为念对才能够念出 那个咒音真正的功德力 你若念错了 出不了那个作用 恭敬是一回事 如此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有些小地方 我们还是要去坚持 还是要去探讨 念完上弓下尸以后 上弓下尸以后 这奥阿弥陀佛 在新的月轮 奥融是阿 阿弥融是大 大融是把 融是中间 那个种子字 那这种子字呢 从两边的这个庄严点 收进去中间 然后下面那个短阿 融上阿 阿 融上哈 哈 融上 摩 然后就变成一条线 所以这个字 我们也不用那么复杂 反正就这个字 一下子就变成 在你中末里面的一个光明 一个光的能量 就在你中末里面 因为我们月轮在心轮 心轮的正中央 就是你中末的中央 所以到最后收射 变成这一点点极为的明点 那这个明点就化空 就是空 那空不是真的空 空有外 所以接着下去呢 融如光之间 光之间融于空 然后在这里面明空双印 它在这里面自然怎么幻变 我们只要了知 了了封命就好 不要着相 不要着有相 也不要着空相 有相是幻化的相 空相呢 是不动的相 其实通通是空幻的 一点都不实 但是在现的当下 现当下就是实现吧 现量嘛 你不能说它没有 不能说它空吧 所以我们修行 要在有里面善用 善用有不着空 我们现在是排斥有 执着有 又落空 两边都不对 真正对的话 只有两边都对 空无外 空又寥寥分明 寥寥分明 就一点都不分别执着 这会有问题吗 当然没有问题 好 所以在这边你就尽量就做 能做多久就做多久 保持那份心的空明 保持那份静的显现而空 内空外空一切都空 空不是什么都没有 就融在空性的幻变里面 那等我们心好像有一点点散乱了 有点想下做了 那你就可以开始回向 回向念的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移轨大概是这个样 从前面的发心到最后的回向 回向不离发心 发心跟回向一定要相应 有始有终 始终相应 中间的过程呢 也是完全是要达到这样目的的一种运作 所以这个就是移轨 那我们这个移轨 其实应该是 所有移轨里面最简短最简单的 很简单 其实它虽然简单什么都有了 所以不忙 你可以轻轻松松的修 在哪一段你想好好的修 就在那边慢慢一点点修 用心一点点 多用一点点时间 在那边熄悉 那随便哪一段你都可以 你若时间不是那么多 甚至可以简化到 时间若不是那么多 那就很短的时间 静下来 很快的观想自己 是阿弥陀佛的彩虹身 就如幻如画的身 你说是彩虹吗 摸下去还是硬硬的 但是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就很快的进化 然后用这一份清净的心 在心间 那奥阿弥陀佛系 叶伦 种子字 然后就开始 奥阿弥陀佛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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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念二十八倍 四句唯一 二十八就一百一十二 那一般我们讲一零八 但是念一百一十二 比较不会少算 你如果算一零八 长的可能会错 宁可让它多一点 如果你又有拿念珠 那念珠你如果一个一个去算它 大概正常的念珠都会一百一十一 珠头你不跨过去吧 一般都会有三个隔珠吧 那你不可能去分别说 这是珠还是隔珠吧 所以念 我的经验是念一百一十二遍恰到好处 不增不减 OK 好 我们最后来回家 奥阿弥陀佛系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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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